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的薪水又不够开支 他就在月台上追火车卖便当 也成功追出了便当小镇的名号 七十岁的郑瑞云一早就上井发条 赶着中午前要送出的第一批四十个便当订单 一定要用火 你如果软火软软软软炒起来就不好吃 这样炒的时间如果较久的 食材就算在里面就会不会清脆 越快越好 高丽菜拌汆烫 缩短通煮时间 保留色泽和清脆口感 是便当达人的厨房配方 我们的菜也算很简单 但是就是讲究适合现在的人 在台东关山小镇卖便当超过四十年 郑瑞云的招牌历经风霜雨露 屹立不摇 绝对有两把刷子 最受欢迎的鸡腿便当 用的是电载大厂的大只佬 跟手掌一样大 放在便当盒上 几乎快挡住其他配菜 强力清洗后 加入米酒 香油 盐巴 蒜头 简单调味再用力按摩 让鸡腿入味 这鸡腿这样才会均匀 比较大只 总共有四只 第三只 第四只就太大了 便当可能装不进了 大鸡腿裹上酥炸粉 先大火定型 中火慢炸熟成 最后再大火让表皮酥脆 三段式烘炸 才有外酥内嫩的双重口感 中火到最后剩下 最后的五分钟六分钟 就要用大火 把它油逼出来 就才会脆 我都没有老人搬 就是有油搬 这样有时候都会喷到 排骨一样 炎漬半小时后 沾上地瓜粉 混入鸡蛋 酥炸定型 在下老卤汁吸收诱人香气 配上香肠火腿等配菜 就是关山小镇的 口碑第一名便当 谢谢 嗨阿姨 两个排骨 骨炸味啊 这样 你像我今天 昨天来也是做吃那个铁路便当 比较喜欢 现在人比较喜欢吃这种口味 在地人队 它的排骨卤得很入味 它的饭是粒粒分明 客人来也会指明吃这里 然后懒得煮也吃这里 我指使一家别无分 唯一的选择 在地大姐唯一的选择 也是四十多年前 小镇上的便当唯一选择 民国六十年代出头 丧夫的郑瑞云和丧妻的先生 相视和组家庭 有缘相聚 一家人加上公公婆婆十五个人 食者好烦 负担沉重 先生担任台铁关山站站长 薪水微薄 不够一家子 丰衣足食 郑瑞云只得想办法 赚钱贴补家用 于是利用好手艺 开了关山的第一家便当店 我要讲 我们家比较不早 我老公以前的老婆生的是八个 八个 老婆三个 开始都用秀气 都用秀的 银行秀 秀慢慢玩 很辛苦 这样想就知道很辛苦了 一分都可以倒白菜啊 不要啦 老瓜啦 要努力撑起家庭 郑瑞云赚钱很拼命 每天照着火车搬自表 奔跑在月台上叫卖便当 有点湯吗 因为要钱 要湯就会用 用力 有点湯就会用力 有点湯也有点湯 把要背小孩子 我老公看到很危险 都会这种吹哨子 他说这样危险 一时就吃两个 以前小时候 通车的时间都蛮长的 停站的时候也是 靠站的时候也是蛮久的 所以很多坐火车的人 会肚子饿 所以大家就会买便当吃 第三九号米 他在全省失踪之后 发现在东部这里 的品质是最好的 冷饭热饭吃起来都很好吃 无污染的环境孕育好米好食材 加上郑瑞云客家媳妇的好手艺 以猪后腿肉为主菜的 关山便当名声 随着台铁东部干线的轨道 延伸出去 不只坐火车要吃便当 南北奔波的卡车司机 要上嘉明湖的登山客 都会先到站长太太开的店里 买个便当再上路 南河有通的时候 我婆婆他们说早上的时候 他们的游览车都是排 二十几台在外面排队的 那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路都断了 从郑瑞云的厨房开始 带动一个小产业的发展 英国七十年代全盛时期 人口一万出头的关山镇 就有将近十家便当店 伴随台湾的猪后腿肉切片 多了排骨 鸡腿等多样菜色 梅干控肉选用肥少瘦多的三层肉 先炸再卤 色香味俱全 还曾经参加台东便当节评选 荣获客家便当王头衔 比较香 比较香 好像都不用什么做料 蒜糖 还有台湾梅干菜 冰糖 现在酱油 这么简单 我们的菜汁都那么简单 一个排骨 一个鸡腿 鸡腿要帮你切吗 不要 来 切切哈两个焢肉 排行第十一的邱静文 出生没多久 妈妈就背着她 在月台上卖便当 熟悉的饭菜箱 有浓浓的儿时记忆 长大后 哥哥姐姐都到外地打拼事业 躺下便当招牌成了她的责任 也是在故乡成家立业的最好养分 有工作机会 然后环境好 对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生活 还蛮好的 对 有没有很多人羡慕你们 对 我们也觉得蛮好的 我们去都市都觉得非常拥挤 在这边也很好养小孩 在乡下有难得的生意机会 母子两代认真把握 做到对火车便当 有吃迷热爱的日本人 都上门采访 让关山便当的名号 在日本火车迷之中留下印象 很早就起来 五点 五点就要起来准备 如果是过年 过节的话 大概三点多就要起来准备了 偏远的东部小镇 单店平日卖出将近一千个便当 吸引便利商店上门想谈合作 但都被邱静文以品质为重而婉拒 虽然已经交棒给儿子 曾瑞云还是常常到厨房 够头看买 做便当将近半世纪 从最初的家庭需求 意外成为关山的小产业始祖 最大的成就还是妈妈这个头衔 看中了阿醋 就等这个名字 等孩子大了嘛 妈妈的责任和爱 在台东关山装进便当饭盒里 用丰富的美味来传达 在唇指尖 流传 流香 如果乐在工作 那么就算在内还是充满热情吧 就像在三亿有一家专门做 传统客家菜的三合院 老板娘开店的原因 就是因为喜欢做菜 所以不管是老菜 煲 梅干菜 她都自己亲手制作 而最大的成就感 当然就是客人一句赞美的话 我六点就起来了 就先打扫啊 然后就把这些萝卜先晒啊 等到太阳出来 我就不用那么热啊 入冬的阳光总像这样 有点华丽 有点萧索 空气里缥缈散漫交错 好在求求淘婆新凉 一早细心铺排的萝卜香 把老三和月薰的精神抖手 点暖洋洋的 这个三十天过后黄了 就拿出来晒太阳 然后晒到干就给它绑起来 就做梅干 客家菜吃出吃眼 吃杂吃鲜 这些菜昨天才从田里摘下来 撒了盐巴用力揉过 封存起来 就是咸菜鸡汤最好的食材 以前农业社会采回来 爸爸都用大缸 搓一搓 差不多了就放上去 然后我们小朋友就全部上去采 脚去采的又特别香 真的 一般酸菜是杀清后腌制 而梅干菜则得再多一道亮晒 等待水分完全脱散 这一味紧的请光阴熬煮的咸香 就让人更加胃口大开 因为以前农业收费没有像现在说 每天去街上买菜嘛 就自己种的 萝卜干啦 咸菜干啦 那萝卜煎蛋嘛 还有那个梅干菜 以前是很少做那个梅干扣肉啦 就是炒一炒 厨房热锅上菜脯煎蛋 炒姜丝大肠 三不五时再多上几只白斩鸡 盘里替来换去 不过是那几道快炒店也能找到的 然而老坑人就爱往着 巷底的老宅里面 最主要是它的焢肉 还有那个姜丝大肠 焢肉很好吃 很Q 又不油腻 我们每次来都必点的 它的酱油很好吃 我们自己偷偷地跑来吃 吃就丟掉 我们上次还在外面那边白酒 请它有人生日 在这里吃饭 在外面大家吃得很舒服 我们从台北过来 我跟我先生都是客家人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到 这种桃竹苗这边找客家菜吃 然后我们每次点的一定是什么 姜丝大肠 这个客家小炒 然后尤其是这个汤 这个汤是那个 就外面晒的那个汤 它吃起来那种酸酸的 那种感觉是超好的 而且它那个肉沾的那个鸡酱 味道真的是棒 烫了 你知道这鸡也是鸡养的吗 鸡公养的 山上有那个山泉水 所以肉质非常甜 跟外面的鸡不一样 老一辈的客家族群注重养生 饮食特点也钟爱原汁原味 秋秀桃既是写脉纯正的客家儿女 又是客家庄里 赖家大家族的掌膝 所以北客家人餐桌上的汇碎精髓 早已是平时日子的一部分 就像吃白斩鸡肉一定要沾的鸡酱 那得亲手做 脚原竹脚从烫煮卤盛到炸 不重刀工 好卖粗犯 细腻的事都是很讲究卫生 烫起来 我都把它要泡冷水 上面这一层一定都要给它刷干净 炸出来的竹脚才会好吃 客人吃到就安心了 以前刚开店的时候 我师傅就教我 他说他从来不教女师傅的 女人的 然后是没办法 然后他就教我 他说他由他师傅那么多 他只教一个女生就对了 然后就教我 这个猪脚要打开 才卤的会有味道 这个卤包盖在底面下 好 浇 就好 它酱油 在客家庄里生意做了十三年 邱秀陶其实并不爱当老板 他本想单单纯纯摆个小摊 兼顾家计 不过人生总有些际遇 又把他带回这里 然后我还要放这个了 烧洗的圆巴 农会的这些主管他们 很喜欢到我们家来吃饭 原因是因为做的菜太好吃了 就是我婆婆也很好客 主任这些就喜欢来吃说 我们做的味道还不错 三两天三两天客人就来了 滷了两个半钟头的猪脚 裹成薄粉下油锅后 距离端上饭桌的时间就不远了 裹满蒜葱 辣椒 胡椒 求秀陶这一道光亮灿燕的 嚼岩猪脚 胃后浓香 虽不在菜单上 但上门来的行家 就算第一次报到 也晓得他是必点佳肴 每道菜真的都很好吃 真的啊 真的 尤其是这一道 外酥 内软又多汁 然后吃起来层次分明 然后还有它上面配的这个 葱还有那个椒盐 吃起来是绝配的 很棒 董志成不是说客家菜 又香又油又咸 又滑嫩 就是因为都是 那个油分比较多 那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 口味的怀念 碗盘上的酸菜香 与庭院前的菜泡交织着 婉婉麦在鼻尖 还没下肚就化作了香愁 是啊 这就是四五年级生的小时候 有点辛苦 却又快乐的小时光 这块地以前是哪里啊 之前原本就是我们家 一个空地 后来就用一用 就种一些菜这样 有香菜 有木瓜 又有小白菜 地瓜叶 老三和月辉煌的时代 是这样的 前厅晒萝卜 后院就种点青菜蔬果 小孩下了课要割木草 要放牛 月靠前拿着课本 广着脚丫采芥菜 也是常有的 几副啥 他们有三副 我们有 我们这边有四副 七副 七副应该怎么走 我们一个房间就几五六个吧 对 就是哪里说什么 什么可以宽吃都没有 这样子就这样子睡 这个柜应该是 大概民国 四十年那个时候 四十年的时候 大概在几年六十年了 这个格子就是剩菜 剩菜这样放这个地方 底下呢 这个这个呢 就放一些筷子碗筷 筷子汤匙 老错里 一砖一瓦一锦一物 静静汇集着手工 因为平淡越显珍味 更因老菜的暖吊成香 风华了大家族的精炼岁月 认真做好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才能成就亮眼的成绩 这是彰化一家传承三代的肉干店 热卖六十年的成功秘诀 举起沉甸甸的古董木锤 用力锤打 尽管是跆拳道国手的底子 抽性汗还是锤的满头大汗 这个比较远到还累 这个比较远到还累 比较远到还累 他坦言曾经埋怨过阿公和阿爸 为什么非得坚持用这种耗体力 早该淘汰的方法 但是在接手家业以后 他懂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工锤 因为人工锤的时候 它会照着它的纹理的方式下去锤 就像说我们在吃日本料理的时候 那个生鱼店师傅他 对 他要照纹理去切 那你最后做起来的纤维 它才会完整地保留 那也都 那就会取结在我们最后 吃起来的口感 是不是很弹牙的那种感觉 肉块用手锤 肉丝也得用手剥 如果说你本身剥丝如果太厚 等一下我们在拌炒收汁的时候 它的料是吃不进去的 我从这边学到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有些事情好像看起来 不是那么起眼 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其实就是要真的要做这些 很多不起眼的事情 对 那它才有办法去累积起来 从不起眼的小细节着手 才能累积亮眼的成绩 这是邱家六十年的肉干老店 家传的心法 结果棒子七年级的年轻老板 没打算就安安生生地守城 他也努力创新突破 试着给老味道添加一点新鲜 好比说柠檬原汁和肉干激荡出来的 特殊口感让所有人惊艳 也是在路上然后看到 有那个市场的妈妈在讲就是说 哎 怎么好像就是 天气比较热啊 然后比较没有胃口 然后他们就有另外一个妈妈说 那你可以加柠檬 对 那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在想说 想要开发一个水果的肉干 然后想说哎 好吧 那就加柠檬吃一块 然后可以降低那个油腻感 用特制的模子一个一个塑形 新产品和传统一样废工 这一回是自己要研发的 怨不得人 况且这一块肉干 有信汉对阿公的百年承诺 所以我那时候我跟他说 说我会帮你做超过一百年 可以 这样讲 对 我说我会帮你做超过一百年 那时候跑到台北面 其实是欣赏他离家吗 我觉得是兴趣吧 就是会觉得我自己想走的路了 那个时候我选择这条路 我爷爷应该很失望 爷爷第一次来看我比赛 结果那场比赛 也差不多是那场比赛之后就结束了 我在比赛过程中 我的十字韧带断掉 十字韧带断掉 对 那也代表 我的运动生涯其实是差不多了 对 那一场比赛晚其实是蛮难过的 因为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证明自己 选择这条路是对的 可是后来 爷爷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 特別跟你说什么 他反而是安慰你跟你讲说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你的一个阶段而已 你根本不需要去想太多 所以我早就结婚了 肉干经过烤炉 低温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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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 接着还要放进隧道高温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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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住在金門 阿公還是從事 情報工作的特務 後來才舉家輾轉 牽到彰化 至於肉乾的出現 原來有一段大時代的故事 早期在823號戰的時期 因為奶奶跟爺爺都在金門 爺爺在當兵 那個時期其實是 家家戶戶是不能煮飯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菸就是一個訊號 因為金門跟廈門 其實是看得到對岸的 對 所以不能煮飯的情況下 那要怎麼維持三餐 那風乾的東西 這是他們的首選 風乾的腌製的肉 腌製的魚 腌製的菜 那這些都是奶奶以前 在爺爺奶奶以前 在家裡面他們常做的東西 那肉乾就是當初 風乾肉的延伸出來的一個東西 爺爺以前他在當兵的時候 有幾隊常常要 就是有一些任務要出去 那他就會帶在身上 那就是因為出去有時候好幾天 那他就會變成在出任務的時候 可以吃的一個食物 他同期的兄弟要出任務的時候 他會把這些東西送給他 這是當初爺爺 在823號戰的那一段時間 他出過什麼任務這樣 經歷了什麼樣的戰役 對 他都把它寫下來的嗎 對 這都是爺爺當初留下來的東西 吞去了戰爭的味道 肉乾在彰化落地生根 有了新的美食註解 現在更添加檸檬的酸香 而這酸酸甜甜 不就是人生的滋味嗎 娃人出身的鹹州店老闆 曾經把路走偏了 上酒店還放高利貸 最後是家人用親情喚醒他 走回正軌 並且在鍋鏟間 找回當年軍人的正氣 餐點是現點現做的 要等15到20分鐘 那沒有問題的話 幫我坐在2號 就現在靠走到這個位置 每到用餐時刻 就是耐性大挑戰 端盤進進出出 但再忙 也要把用餐規則 跟客人說個清楚 間台上則是雙蛋 煎個不停 半熟的包蛋 鋪在滋肉飯上 然後把蛋黃攪拌到 滋肉飯裡面 一旁鹹州用的鮮魚高湯 像是咬都咬不進 開放式廚房 各式香氣不比 進到室內花樣更多 老闆娘回宿會家傳手藝 將近20種涼拌小菜 一次排開 就等著讓人胃口大開 那個是魚蛋 它這一次來的魚蛋 都這種形狀 有這種雞子 賣得最好的 我覺得每天豬腳 都第一賣完 然後再來小黃瓜也賣很好 基本上都還不錯 都會賣光光 紅燥肉也賣得很好 身邊客人都很難 有的選擇性障礙 兩個人點到整桌 你幾個人 好了好了不要再點了 沒關係說不要再點了 客人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吃得完 黑板上寫著分享版菜單 客桌椅當餐桌 依照顏色入座 沒多久 老五的招牌 經典鹹粥 還有撲霸滷肉飯就上桌 是雙蛋 就鋪在上面 就長得像 你還是撲霸這樣 是半熟的 然後你咬一口 它那個整個蛋黃就會流下來 那結合到它下沉的那個滷肉的部分 其實有蠻特殊的一個香味 其他的店家就是可能 就是料很少 然後都只有滷肉又很油 他們家就不會了 吃完老五意志堅定的餐點 顧客總是滿足而回 脫霸滷肉飯 雙蛋 躺在噴香的滷汁上 即使視覺 更是味覺雙重享受 後來有一天 我就是不小心 拿到一個比較大顆的蛋 敲下去竟然是雙黃蛋 那撲霸滷肉飯就是這麼來 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雙蛋黃意外創造出有人餐點 至於充滿魚肉的前舟 這是裝進了媽媽的香蟲 香蟲的進擊版就是滿滿海鮮料 又加之更盛大豪華的霍士頓龍蝦 我們每天都會老闆親自做不同的東西 做不同料理給他們吃 都把他們胃口養大了 沒有龍蝦粥 鮑魚粥 他們都不吃了 就希望說我們也能把這些東西 分享給大家 很難想像它以前跟現在 完全完全不一樣 對 我就看在心裡我安慰了 蘇惠有感而發 因為八年前 老五做生意一再失敗 最後自我放棄 開啟賭場 混酒店 放高利貸 是位遊走灰色地帶的企圖人 還沒有到篩人湯的 只是有時候朋友小聚啊 這個賭賭婆啊 我們就做做妝啊 賺點小錢啊 朋友沒有錢 我們就借點錢給他們 賺點歷史啊 就在一次酒醉車禍後 頭部受到重創 醫院躺了好幾天 但這也是翻轉的開始 我看到我的老婆 她在那個單人床 那邊睡得很辛苦 我醒來的時候 把她吵醒了 我才發現到 其實人生中 跟你不離不棄的 這只有家人 家人是很重要的 妳的帽子怎麼 這是這裡嗎 對啦 打不開妳的這裡 對啦 是這樣子 鬼門關前走一遭 因為太太的不離不棄 她發誓要好好振作 這一次煮絲沐魚粥給母親吃之後 母親建議她 開間鹹粥店試試看 人生才又回到正軌 來買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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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個 今天的漁場怎麼樣 很漂亮 漂亮喔 這漁骨是要 當天要熬湯用的 跟剛剛的漁頭一起熬的 這個只有它這裡有賣啊 你看 整個湖口你都看不到啊 蜘蛛魚啊 蜘蛛 蜘蛛發亮的漁皮 這個是高雄黎明 我是虎口精神武 讚賞別人 也不忘夸發自己 優越感來自於年少當兵 進入特種部隊 受過蛙人訓練 年過半百 體格依舊年輕 買菜 體重 市場來回走 臉不紅 氣不喘 這蛙人的訓練真的是很苦 畢竟從那個部隊出來的人 都是社會點尖的人 欸 下一顆老闆 管子啊 你看 你看 越來越進步喔 天生就有個敏銳味覺 連攤商都請他試味道 進到市場 像是進到大家庭 招呼聲不斷 這些攤商 也是他的忠實顧客 老闆是超級好 在我們這裡的服務又親切 煮肉飯 好吃 真的是好吃 然後再加那個雙蛋黃的 更棒 因為他每天都一大早就來我 我這邊採購 他要需要新鮮的土拖魚頭兩個 然後他再配五種蔬果去熬 他的那個海鮮粥的湯 熬一鍋湯的話大概要六個小時 我們每次中午去的時候 常常都大排長龍這樣子 煮粥做兩拌菜 熬滷肉會用到的食材 米 蝦 鹅 還有豬肉都堅持當天現買 我老公啊 他說他最大的興趣就是觀光菜市場 然後他真的很認真很認真啊 像我們 我們有時間很長嘛 我們都分早午晚班 我像我都兩點就回去了 就回去休息 他是沒有整天耶 一年365天除非電修 我採購他才買 他去買衣服 買他的化妝品 我是買我的上班要用的這個食材 老五經理的事業多到可以寫一本書 當年做保險為了簽下保單 陪著大媽唱歌喝酒 喝到嗓子壞掉 不想再被當成鮮肉使喚 改開牧場 養起雞鴨牛 卻遇上禽流感 改賣香腸 又遇上瘦肉精 臉上就寫著倒霉兩個字啊 是啊 做一行倒一行 決心改變 讓自己的生活不一樣 我一直在當自己寫故事 但是以前都是爛故事 從來沒有成功過 在無意間 我做的這個行業 除了我母親喜歡吃的粥 最困難的時候 還好媽媽 太太總是伸出援手 陪著度過一關又一關 現在的她全力衝刺鹹粥店 那我們的湯頭會比較鮮 因為我們用了大量蔬果 有虱目魚的魚骨頭 那是新鮮的 熬出來才會有海洋的味道 土拓魚頭 土拓魚不便宜 我們也拿熬湯 台灣小吃的粥品就是湯泡飯 湯泡飯就是用熱飯去加熱湯 新鮮食材熬湯成為賢州靈魂 賢州裡的魚肉以無刺虱目魚為主 但有時候會幫虎客加菜 像是入冬就難多吃到 土拓魚肉 吃到就是賺到 不低但是也是要用啊 因為要跟其他食材交錯使用 才會練出不同的湯頭 開店前的準備工作多又繁雜 每天不厭其煩的做著重複的事 煨的就是獻上最有誠意的飲食 這個最主要就是它的豬背肉 然後我們都要求它切一公分 以前都是自己切 我都切到手掌剪 請那個豬肉的老闆用那個機器 這樣彎過來 這樣彎過去 那個肉很醜啊 然後吃起來就是不一樣 蘇惠娘家也是做餐飲生意 從小就幫忙 自然而然成了位主食高手 她對自己熬出的滷肉很有自信 添在飯上 自己一次就能解決掉四五碗 剛開始客人都說奇怪 老闆娘 你們的滷肉看起來都這麼肥 吃起來那怎麼會都沒有油的感覺 那就是說這個去油的動作很重要 逼出油的油雜子 還要和醬油調味料 一起滷上六小時 才算大功告成 當年老五人生荒唐時 蘇惠擔起照顧三個小孩的責任 為生活 她始終無怨無悔 我不知道她放高利貸怎麼的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耶 她後來就奇怪 有幾條會寫什麼多少錢多少錢 忍了很久很久很久才去問她 所以 過去了 哭啊 什麼點都可以哭啊 小孩子乖也哭 不乖也哭啊 所以 我就說我這一生 好像都在眼淚當中度過啊 等待 終於沒有白費 現在的素惠苦盡甘來 而老五每天從早拼到晚 像是在為過去贖罪 在飯館裡置定規矩 要找回禮義廉恥 挖人不畏懼走正道 要被再看見 彰化有一家隱藏版的蛋糕店 說是隱藏版 因為店面在田邊 很容易走過路過卻錯過 老闆原本是泥水師傅 中年以後體力無法附和 才開始轉行做蛋糕 用的都是最簡單平時的方法和原料 做出來的古早味讓人回味 鹽味45盒 巧克力5盒 黑糖3盒 不騎狠的小店 沒有明亮燈光 沒有漂亮裝潢 卻吸引許多外地人 開車前來購買 店中早來這裡要多久 這裡一小時吧 你怎麼會 太費工了吧 不會 要好吃 買了二十多盒 二十多盒怎麼買那麼多 剛好朋友要吃 還是要一起買這樣 口感滿綿密的 很好吃 網路大家都要傳 綿密蓬鬆不空洞 原味雞蛋 芋頭 黑糖 巧克力等口味 用料多 香氣足 隔壁鄰居固定同場 一個月至少兩次 是最好的街坊代言人 初二十六 人都買來買 找一十五 那都一定都會買 都買來拜拜 還送給親一個朋友 秀哥大碗 傳說中秀哥大碗 CP值超高的古早味蛋糕 在彰化秀水繁花路 非常夜驅上 點點吃三碗工 是一不注意 就會錯過的隱藏版好料 發貨現在小孩沒有人要吃 要用這個雞蛋還剛好 如果拜天說 一天可能要穿五顆就不夠 很多人來就是都找不到 都要再打電 就要問了 在偏僻的增加地方 每天賣兩百個 趙友順的蛋糕很難找 也不容易做 每天清晨四點 就得起床趕工 類似戚風蛋糕要做到綿密飽滿 得要把空氣均勻打進雞蛋裡 而蛋白遇到油就不容易打發 因此得白黃分加 把帶點油脂的蛋黃 另外和低筋麵粉一起攪貨 然後再合體成為蛋糕體基底 鋼蛋和麵粉完全融合 兩桶一加清之後 就可以進到烤箱 熱力引誤發 溫度不一樣 烤箱的溫度 你只要帶溫度去調 你不可能說 你整個冬天就是都用這個溫度來做 冬天你裡面很燙 口口很冷 熱脹冷縮 你如果夏天它會繼續蓬 它也會覺得像很冷 很冷 以前請人家辦桌 買的甜點就是蛋糕 放一顆冬頭 沒人像現在我們做這麼明顯 受限於自家廚房空間 一批只能做四十個 平日兩百個蛋糕 分五輪才做得完 趙有順現在是傳統蛋糕達人 但工作路程 其實繞了好幾個彎 原本在做皮帶生意 後來工廠都遷移到中國 從事的產業變成窮途末路 沒辦法 二十八歲轉業學做投醉塞糊 收入剛好夠一家老小生活 回來之後就彈車去睡覺 年到小孩子也是不會看一些 還是什麼我看到覺得很累 投醉一做十年 年紀越來越大 教友順體力也逐漸無法附荷 剛好同樣嫁來台灣的大姨子 在知名的蛋糕店工作 看久做久也學會了製作拍包 在太太的鼓勵下 趙有順利用休假的時間 跟大姨子學做蛋糕 十年前四十二歲再度轉行 這如果剛好一個紀元 剛好我就幾年是要走去 身體去我們母園大姨那裡 他拿這個蛋糕給我吃 我怎麼有這個蛋糕這麼好吃 他說這個他在做 我說你當時在做蛋糕 我怎麼不知道他在這裡說 但隔行如隔山 做出產品之後 因為自家店面位於偏僻路段 也不懂得如何行銷 趙有順頭三年幾乎沒有賺錢 又不想輕言放棄 只得靠太太到工廠上葉班 貼補家計 夫妻同心才能夠咬牙撐過去 阿嬤我們一天做四十幾乎 賣一個兩顆 村子去蛋糕給我吃 剛才我們一個早孫子在做保險 做保險他來買去公司吃 公司買幾顆去吃 好吃水卡電 結果我又拿多少去 我說我們這個怎麼會通 我們就開始一顆一顆去賣 因為效果不錯 那一塊錢 現在拿去 帶七八十顆去 一顆就賣了沒什麼顆 後來主動出擊 到各個辦公大樓走攤 慢慢累積口碑 還吸引代購網上門採購 加上饕客在網路上推薦 才讓這隱藏在鄉間住家的 古早味蛋糕 名聲飄傳中台灣 我就比較閒門說話 不然我就真實在 我都沒有效果 因為我很怕我客人來買 沒辦法買 沒那麼說話 沒最少 我們也要比方更高一點 這麼有機會 自認不會說話 不懂得自我推銷 只有樸實怨分 就像自家蛋糕一樣 沒有多餘裝飾 照友順靠勤奮拼出機會 也感謝Kantiu一路牽手扶持 未來他計畫存購資金 裝修店面擴大門面 讓專程上門的客人 不再找不到門路 我會做什麼他會幫忙 然後他會做什麼我會幫忙 這樣 不會說你要抓我錯鞋 還是我抓他錯鞋 這樣 兩個夫妻很會合作的 對 很合理喔 還好啦 也不錯啦 要胖開中還是一起中 照友盛夫妻同心 用認真面對挫折 沒有別人的優點 就比別人勤奮 於是再如何隱藏版的優勢 終究會被人發現 新竹一家飄向半世紀的當歸鴨 最開始是一個父親 對家人的體貼心意 後來因為新竹風大 獨特的中藥香就飄到街上 左林若社覺得太香了 開始要求這個爸爸 把當歸鴨麵線賣給大家吧 就這樣因緣際會 這碗熱湯 50年來持續溫暖著在地人的心 又不下雨 天氣又冷 又有中北季風 這種天氣是最好的 通常應該算立東 立東那一天生意是最好的 那時候幾乎老客人 很久沒有看到的客人 全部都會又出現 採訪這一天 立東已經過了好幾天了 但依照逢城裡的乾空氣 收來信息 彷彿精靈般的通知陳慶源 今天報到的老朋友不少呢 麵線可要多下幾鍋才行 因為它麵線 它在做的過程 它有一些是比較粗的 有些比較細 比較粗的地方 就必須要煮比較久 正常的手工麵線 因為師傅在跑拉時兩頭對拉 所以跑霧線的兩端 往往就比中間來得粗厚些 這滾了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再泡三分鐘 煮的時候稍微費心底 沸騰前也得先熄火 這是確保它能熟透 又不至於太過柔軟 陰雲鳥鳥間 萬縷千絲纏年糾葛 彷彿知道了天冷 就該錦衣在一塊兒取暖 不過陳慶源手裡的竹棒 可就沒那麼柔情了 趕在石器中發錢 就得將它們使勁拨開 就陳家的當歸鴨而言 倘若鴨像是靈魂 面線跟鴨肉 便是引人入上的躯體 畢竟有多少老主顧 魂牽夢影五十年 味的就是這碗 琥珀成澈的湯底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很道地 就是味道很濃郁這樣子 然後你還是吃起來還滿 就是會讓你血液循環很好這樣子 我小時候在這邊 差不多小鞋到十幾歲的時候 對面的就是施工手 他爸在賣 已經差不多有四十五年有了 我在這邊吃 吃到麵的時候 是一種溫馨 是一種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燜的話 它那個裡面的肉汁 鴨子裡面的肉汁 它會太容易太快刺繃出來 太快熟 所以說我們是用慢火 去煮它煮熟 當歸鴨又煮又燉的 陳慶元從父親手上接棒後 早被叮嘱了 堅持用五到六斤的土飯壓準沒錯 至於藥材仔細探究 桂皮枸杞熟地都也很家常 藥袋裡唯獨當歸快脫肥瘦 想要甘苦甜心兼具 那就非選一等歸不可 所以幾天 那時候幾乎你準備再多東西 都在收攤前就賣完了 譬如說有那種 三班制的玻璃工廠的 還有建築的 板模工的 鐵路局的 還有看電影擅長的 因為你那時候去做消息 對 那你幾歲啊 那時候才 小二 那時候剩一歲 洗不完就完 對 洗不完就完 沒錯 起到我們眉頭深瘦 說起這一位新竹人 都耳熟能詳的當歸鴨麵線 故事起源雖來自陳爸爸 不過這位廚將 當年在對街公園 擺攤賣的卻是下水湯飯麵 本場小菜應有盡有 就是沒有當歸鴨 他在當兵以前 就是當童工 就是在陳華廟 就是攤位打炸 因為他看了很多 我爸他有一點點小聰明 他會把別的東西吸收起來 變成往後他自己的經驗 那不錢 這樣衰 我只剩下五十塊而已 就是要看 用看得到的藥嗎 要看得到的 但是他每次想 說什麼料 他每次想看 看安藏鴨 安藏鴨皮 事實上這個年近八十的陳爸爸 也與生俱來料理底蘊 許多配方 調味的拿捏 其實幾乎一如反掌 他自己就是 憑自己的印象就抓了一切 當歸鴨的藥 然後就回來自己燉 晚上的時候 下課回來又一起吃 客人聞到味道 就覺得好香 然後說有沒有賣 我爸就賣出了第一碗當歸鴨 時光仍然 暖心的老味道雖然沒變 但現實的是 五十年後的飲食文化 新隱多元 單一純賣當歸鴨的老店 說實在的 如何堅持下去 就成了考驗 熱鍋上把煙中藤 兩則的當歸主角煮出爐後 又得泡進八角滷汁 再一次滷過 這是陳慶元為了 減持下去 想方設法 喬思另辟的出路 其實老店 還是要求新求變 不管是內場外場 都必須要這樣子做到 才會迎合市場的需求 那新鮮的食材 我覺得更重要 譬如說 每天要來的 昏體的鴨 昏體的豬 這個都不能馬虎 有沒有覺得你這代做生意 沒有辦法那時候 簡單的 對 現在客人吃的就挑了 吃的也聰明了 沒有那麼說 隨隨便便就呼嚨就過去 就可以端給客人吃 那每一碗都要 戰戰兢兢 原來數十年不變的甘醇 每個轉身 都是用戰戰兢兢的背影 交換而來 鍋爐前 彷彿當歸箱 配方依舊 看來清楚簡單 看不見的 其實是老店的固執 畫在湯裡 暖在心看 感謝您收看 我是白星儀 我們下次再見 請問